欢迎回来继续Focus 我们来关注的是文化性的建筑 比方讲到巴西 自然而然会想到地标的耶稣像 巴西在2020年推出新的宗教地标 是全球第二大佛像 它在巴西 大概位在一个140公顷的生态园区 每周末就吸引了6000游客 另外加拿大摩特罗积极活化宗教遗产 废弃不用的教堂改为图书馆表演厅托尔索餐厅 再到南美洲 玻利维亚第二大城阿尔托市 用夸张建筑吸引观光客 那么这种被称为肖雷特的建筑群 融合了动漫电影元素 从变形金刚到漫威宇宙 在那里都看得到 变形金刚电影中 博派的重要角色大黄蜂 停在建筑物外墙上瞪大眼睛 这个城市里变形金刚就镇守四栋建筑 漫威宇宙中的钢铁人 与其他角色也有地盘 但这里可不是好莱坞 玻利维亚第二大城阿尔托市 除了民俗博物馆和缆车 现在更有闯出名号的新旅游景点 肖雷特建筑群 夸张的主题与设计 除了电影动漫元素 也融合玻利维亚传统文化的图案与配色 在这座海拔超过4000公尺的城市 36%的人口还算是低收入户 但2006年开始因为经济快速发展 出现一小部分高收入人群 这类夸张豪奢建筑 也应有钱人炫富或商业营运需要而生 遍布全市超过30栋 新建筑揭幕办派对 大张旗鼓欢庆 因为这类豪华的肖雷特建筑 造价从数十万到三百万美元不等 有的一盖好几年 从商场到豪华办公室 甚至酒店三温暖等场地 从内到外气派夸张是基本要求 市井小明也希望不要推高房价 可别只是有钱人欢乐而已 邻国巴西也有一个带给人快乐的地标 但是宁静的愉悦 全球第二大的佛像落成 位在巴西东南部伊比拉斯的禅光寺 高35公尺重达350吨 2020年才完工 这里是南美洲第一座 也是目前最大的禅宗道场 施成日本曹洞宗 巴西虽有八成人口信奉基督宗教 多数是天主教徒 但也有25万佛教徒 以及150座佛寺 是美洲佛教人口排名第三多的国家 文化与宗教的多样性和包容 在此具体呈现 是一种比例的一种姿态 是一种姿态的 是一种姿态的 这种姿态是一种姿态的 你能与着一种姿态的 任何一种姿态的 任何一种姿态的 互相的姿态 公寝的生态园区植树造林 每个周末能吸引六千名游客 来体会宗教的宁静安详 就算是退役的宗教建筑 有些依然保有宁静祥和的气氛 比如加拿大蒙特楼市区 这座前英国圣公会教堂 宗教地标也不是只能有一种作用 蒙特楼当地二十世纪初 有上千教堂 现在只剩四百座 而在整个加拿大法语区魁北克省 过去二十年有十座教堂被拆除 另外四十座变成其他宗教的会堂 这个圣公会教堂的彩色玻璃 与祭坛都被保留 另外一座天主教堂 则被改装为多功能表演厅 同样留下祭坛与花窗融入新设计中 还有一座教堂被社会企业接手经营 改头换面成为包含社区自主餐厅 宴会场地出租 烹饪学校甚至流动 配眼镜服务的综合场地 其他教堂也因应本身建筑特性 被改造成托儿所 或者日间托老中心 过去是人与神交流的地方 如今促成人与人的对话和互动 翻修改造老教堂 让宗教建筑不再只是文化遗产 也获得新的生命力 许多人对这里又有了崭新活泼的记忆 TVBS新闻综合报道